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話說五眼聯盟成員國又有新搞作 繼美國、澳洲和英國之後 加拿大的兩間電訊公司巨頭宣佈 要放棄和華為在加拿大共同構建5G網絡的計劃 換言之在五眼聯盟當中 只剩下紐西蘭 未有對華為作出明確表態 相信這個時間很快會到 講回加拿大的情況 在這星期二 兩家電訊巨頭分別是Bell和Metellis 都宣佈了放棄和華為的合作 Bell的發言人說 簡選了愛納信去提供無線接入網的核心設備 希望在愛納信和其他5G合作夥伴的支持下 保持得到加拿大在下一代移動通訊的領先位置 另外這個Telis公司就說 已經選擇了愛納信和洛基亞 作為5G網絡建設的設備合作夥伴 本來在今年二月的時候 他們還說會採用華為的設備 但來到現在就宣佈放棄了 至於另一家電訊巨頭Rogers 早在今年一月的時候 就已經明確表態 說會簡選愛納信提供5G網絡的設備 現在三大電訊巨頭就輪流表態 其實就是為了總理杜魯多去減壓 因為杜魯多到目前這一刻 他仍然是未拍板 究竟准不准許華為 參與加拿大的5G網絡建設 因為這就牽涉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牽涉到通訊安全的問題 好了 那時候杜魯多就未曾拍板 現在三大巨頭就率先宣佈放棄了 其中一家Bell 就說明 如果最終加拿大是准許華為 參與5G網絡的話 他們是會重新考慮合作的 既然杜魯多是那麼漏氣 到現在這一刻都未曾拍板決定得到 人家公司也要發展 於是找了外納信和洛基亞合作 其實就變相使得杜魯多 不需要再急於 去拍板決定 為什麼呢 因為他大可以說 那時候不是我不讓你華為公司 去加拿大參加這個 5G網絡的建設 而是三大電訊巨頭 他們都自行作出了這個商業決定 是挑選了歐洲的公司 這樣就可以使得加拿大政府不需要有那麼大的壓力 怕得罪大陸 自我感覺良好一點 亦都可以符合美國政府想要的效果 就是要封殺和圍堵華為 其實這件事 都是再次標誌著 五眼聯盟的成員國是正式歸位 亦都反映得到 美國在五眼聯盟成員國當中 地位是舉足輕重的 影響力依然在 就不是中國這些國家可以滲透得到 終於現在又是失敗告終 今天美國參議員Tom Cotton說 中國正在利用 電訊設備商華為 試圖在英美之間挑撥離間 英國在今年初已經決定了 將華為公司參見英國5G網絡的參與程度上限 定了在三成半 並且要排除華為 在5G敏感核心領域之外 但Tom Cotton一直向英國施壓 到現在都沒有停 他要求英國 完全將華為 排除在5G網絡的項目當中 而且他還警告英國 如果真的一意孤行使用華為設備 恐怕會影響到 駐英美軍的武器的供應和部署 即是說 之前也提過 考慮可能會撤軍 例如F-35戰機 會全數撤出英國 其實英國這方面應該回頭是岸 不需要等到三年後 才將對華為的依賴程度清零 馬上都可以 歐洲公司根本都有提供類似的設備 是就是貴一點 只不過是確保得到通訊安全 便宜有什麼用 便宜沒有好 一分錢一分貨 如果免費提供給你 就更差 這樣的話 更加昂貴你的代價 其實 這次的華為事件 在五眼聯盟當中 已經看得出 美國完全接收了 英國在外交方面的政治遺產 因為目前美國主導了五眼聯盟 而且關係還相當堅實 對比起美國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 簡直是沒有比較 美國商務部較早前已經下了一道命令 要封殺華為 即使不是美國的公司 只要使用到美國的技術 設備 或者知識產權 都必須經過美國政府的批准 才能夠出貨給華為 代表在供應鏈上要封殺華為 昨天這個《日經新聞》很厲害 彈出了一個消息 說華為想偷偽規避美國的制裁 意圖通過台資的聯發科公司 採購台積電代工生產的晶片 但是 聯發科今天馬上發表了一篇聲明 緊急割蓄自保 說這個報導是錯誤的 他們的聲明是怎樣 就說這個報導 以走後門迂回採購代購 規避法令和採購量多三倍等用於影射 聯發科公司 是誤導投資人和社會大眾 本公司要嚴正駁斥 本公司一直遵循相關全球貿易法令的規定 同時本公司手機產品均為標準品 並沒有任何為特定客戶特製的事件 相關錯誤報導已經嚴重影響本公司 本公司要求相關媒體更正報導 並且情報相關主管機關 保留法律追溯權 即是說這件事不關我的事 你不要拘捕到我身上 不要搞到我頭上 不要制裁我 其實這件事很大機會是見光死 日本方面收到封 可能華為真的想找人代購 我都不定 反正將這個消息公佈出來的時候 肯定就是使得這個計劃胎死腹中 不能夠執行 一旦被人知道的話 這間聯發科都會被美國商務部制裁 到時就不用操作 所以現在人家就出來緊急割席 澄清先沒有這回事發生 聽到華為都避之則吉 同胞密近 現在就變了 至於華為又有什麼應對辦法 其實他跟台積電之間 仍然是有些訂單未曾送到貨 那筆存貨又可以先用 另外還可以依靠中國大陸 自主製造的晶片 可以實踐得到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國產手機用國產晶片 最好了 說知你多少線程 多少納米 就照用 反正都用不了Google的功能 現在被人封殺了 那你就專心搞你的鴻蒙系統 還好 可以給你一個機會 實踐中國夢 讓你發圍 最好將鴻蒙 在非洲發揚光大 接著就講講另一單消息 就是關於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和紐西蘭的 四個國會 都共同聯署 一封信 交給聯合國 他們要求聯合國 派出特使去香港 跟進法治和人權 受破壞的問題 他們在這封信裏表明 香港的法治是備受蠶食 人權情況亦越來越嚴峻 危急 認為有必要保障香港人的權利和福祉 而北京政府在沒有香港人直接參與 未經立法和司法程序之下 在香港推行港版國安法 是違反了中英之間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 即是中英聯合聲明 他們又以六四事件作為例子 說中共有打壓異己的歷史 國際社會必須要迅速行動 確保有機制去觀察和公開透明 列明國安法對香港現有法定自由的影響 這件事反映到 五眼聯盟現在就是一致行動 來來去去都是這幾個國家 會為香港發聲 因為美國主導之下 使得另外五眼聯盟的四個國家出來說話 歐洲的國家就一尾表示深切關注 他們所做到的事一定是非常有限 因為他們顧著和中國貿易的利益 就多過顧什麼香港的人權 實情不要說歐洲的國家 就算是英資公司也備受迫白 匯豐前陣子才被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點名 要求他們要表態 會支持港版國安法 匯豐到現在就未曾跪下 但另一家英資的老牌洋行 怡和 今天就已經在大公和文匯那裡登了報紙 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 其實怡和公司也是半點不由人 雖然他是英資公司 但是主要的業務 就在這個大中華地區和香港地區 盈利就是在這裏 所以他也是被迫跪低的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他當初也是靠香港發跡的 他當初就是依靠 英國政府的關係 所以能夠來到香港這地區發展 好了 現在的主權移交了 他就要向另一個殖民主 表忠 這些公司 其實也不單只是這個怡和 或者匯豐 郭太也是類似的例子 其實所有英資的公司 如果他主要的盈利地方 是位於中國或者香港 他都要被迫跪低的最終 因為他不跪低的話 就會被人排斥 他其實就是沒得選擇 除非就是跟錢作對 既然英資公司 都面對這麼艱難的決定 更加何況歐洲的國家 理你也傻了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